本节目由砍片小花妹冠名播出 魔镜魔镜 快告诉我 我是不是最美的电影解说 这个女人不简单 为了公司新品销量 竟拿自己的明星男友当电脚师 后来新品销量果然翻了翻 但男朋友全闹白了 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 对比起爱情 还是事业更重要 凭借着超强的事业心 她终于收到云海接约名 获得父亲青睐 得以回家继承百亿家产 可就在一些向好方向发展的时候 一场意外颠覆了她的人生 阳光明媚的一天 刚被悬尾家族企业继承人的 势力心挺大好 决定亲自实验公司的新产品 一件兼具实用性与时尚感的运动服务 刚起飞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她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感觉万物都很可爱 然而天又不测风云 当她看到一头牛飞了起来 终于意识到自己探上事了 探上大事了 龙卷风没有给她挣扎的机会 直接将她卷了进去 等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挂在了一个树叉上 她只想着赶快回家继承百亿家产 完全搞不清状况 还以为自己调到了韩国郊区 殊不知 她已经划过了三八线 稳稳当当的落在了 从来没去过 往后也不打算去的朝鲜 另一边适宜的家人 已经得知她出事 反应各有不同 大个大嫂二个二嫂收到消息 没有一点担心 反而比中了彩票还高兴 因为小妹没了 他们就会重新获得继承权呀 爸爸和妈妈倒是挺担心失利 毕竟她曾是他们的贴心小妹袄 为了维稳公司股价 失利失踪的消息被压了下来 警察考虑到失利是财法子弟 加倍努力地展开了秘密搜救 在树上挂着的失利 最终被一个军人发现 他叫郑鹤 看到他长相 就知道他是男主了 哇 显米好帅 仰着头说话太累 郑鹤让失利下来 见对方不从便举起了枪 失利看出郑鹤是朝鲜军人 慌了神 手忙脚乱的解安全带 结果失手掉了下去 让双方有了第一次肢体接触 失利以为自己还在韩国领土 把郑鹤当作间谍 但为了脱身 他表示不会说出郑鹤的事 郑鹤听了失利的话 直到眼前这个女人还没搞定状况 直接告诉了他 他的处境 失利开始觉得难以置信 但毕竟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上司公司老总 很快接受了深处朝鲜的实施 他料到此地步 196撒腿就跑 可朝韩边界不满地雷 郑鹤为了他好 刚要拦他 自己却不幸踩中地雷 而后又弄掉了通讯设备 现在出了这种状况 局面反转 失利占据了主导权 郑鹤想请失利帮忙脱困 不过失利可不杀 知道对方一旦脱困 自己就跑不了了 不顾刚刚的交情 撒腿就跑 最后还是郑鹤的部下 姗姗来时 帮他脱了困 事情如失利预想的一样 郑鹤一得救 就通知部下追捕失利 不过他可不是想置对方于死地 只是想找到他了解一下情况 避免他被雷炸死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部下才回复命令 因为他们昨晚喝多了 而时勤的时候喝酒是严重危机 为了戴罪立功 副队长加倍努力的寻找着 疑似韩国间谍的失利 结果还真让他看见了 不过他百步穿扬的枪法 只适用于镜武 眼见瞄不准 没法开枪 只好展开追捕 可即使是比小利 失利也是他追不到的女人 郑鹤跟副队长一行人 会了河一起追失利 失利惊慌失措 像梅头苍蝇一样乱跑 最终跑进了众雷区 这里的雷如果爆一颗 京都上级 郑鹤小队将全员受罚 现在轮到他们害怕了 哀求着失利掉头 可失利明显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 以以往无前的狂奔 众雷区也是有士兵站岗的 按理说失利逃不掉 可是士兵们一个在看韩剧 一个在写下书 完全没有注意到失利 让失利在他们眼皮底下逃跑了 而地雷也一个都没爆 因为昨天发生的龙卷风 这片停电了 最终士兵安然无恙地跑出众雷区 却在森林里迷了路 此时的他又饿又困 还受了点伤 不由怀念起在韩国的生活 那么此时的韩国正在发生什么呢 他的两个哥哥 已经在未争取继承权叙利 二哥之前被人骗了一笔巨款 他正筹划找到胆大包天的骗子 以此重获父亲的信任 失利的母亲是真的担心失利 甚至在未从前的冷漠忏悔 可是一若豪门 深思海 很多事情 他也是身不由己呀 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尝试 失利终于走出了森林 他见到一个村庄 历经千辛万苦 他终于回到了韩国 哦 他都快被自己感动哭了 另一边 郑贺的小队已经换班 为了不被上级发现 在私下寻找失利 失利进入村庄 发现这里有些奇怪 这里怎么没有电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牛拉扯 这塑料桶上的字好奇怪啊 这些人怎么称呼彼此为同志 正在他发懵的时候 灯亮了 四周传出广播声 村民们赶紧集中起来做操 而小学生像极了中国的少先队员 正好队才往学校走 失利看着这一切彻底明白了 原来他非但没有回到韩国 还深入了朝鲜 韩国间谍没做到的事 他做到了 恰在此时 一辆军车向他的方向开来 如果他被军人发现 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在一个熟悉的身影 及时出现 拉走了他 这人正是正贺 眼下的失利 只身闯进朝鲜 他的头脑飞速旋转 想到唯一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就是正贺 因此装出一副 出出可怜的样子 一图迷惑对方 此时的正贺 直直看着失利 表情木讷 失利以为他被自己迷住了 但正贺想的却是 要不要杀人灭空 正贺毕竟是个善良的男人 没有选这条路 反而收留了失利 在第二天还为他做了早餐 可是失利戒备心很重 想让正贺先吃 还说这是韩国那边的做客之道 正贺知道他在胡说八道 懒得理他 随后两人展开讨论 一提示 怎么才能让失利不被发现 正贺当着他的面 提出杀人灭口的主意 当然这只是为了吓唬他 失利的意思是 想其要无声息的离开朝鲜 为此他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但朝鲜连根网线都少见 正贺哪里会知道 敌国的财阀继承人呢 两人说着说着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是副队长来了 他来报告一个好消息 昨晚通往武装部的路上 发生了一起车祸 死了三个囚犯 两个警卫 一个过路的女人 俄罗斯打卡车撞的 死得老惨了 而他认为死的女人就是失利 这样一来 他们全队的危机就自动解除了 副队长正说着 失利冒了出来 把他吓了一跳 接下来两人开始动罪 副队长要挟失利会杀了他 失利看出他也是好人 定然不会做这种事 所以有恃无恐 过了一会儿 其他队员也来了 看韩剧的和写家书的都在其中 他们也是来告诉队长 失利已死的消息 可到了才发现 事情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严家与此事相关的人都倒极了 大家共同商量该如何解决失利的事 对于郑鹤来说 最简单也最正确的方法 就是将他交给保卫部 但去那里是九死一生 不光失利不愿意 善良的队员们也不希望这样做 韩剧哥对像极了韩剧女主的失利 很有好感 说自己的叔叔是跑海的 可以帮他偷渡回韩国 只是出发时间不能确定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郑鹤让失利暂时藏在自己家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实施这个方案 他对失利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绝对的服从 而失利也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藏在这儿的期间 三餐里要有两餐有肉 这是他最低的掩饰标准 物资匮乏的朝鲜人听到这话 觉得很不可思议 哇塞 韩国人的生活竟然这么奢侈 朝鲜的贫乏是肉眼可见的 肉类是奢侈食材 要不是郑鹤厂的帅 分物资的大妈根本不会分给他 就算高级军官家里也没有冰箱 鲜肉怕坏都放在盐罐里 用煤炭生活就已经是先进技术 偏远地区还在用柴火 失利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忍不住想吐槽 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闭嘴 郑鹤要去部队工作 这段时间只有失利一个人在家 郑鹤嘱咐他有重要的事 可以打电话 于是他就打爆了郑鹤的电话 找不到洗发水打一个 找不到沐浴露打一个 需要经由香烛打一个 放不出热水再打一个 事实上这些东西不是找不到和放不出 这根本就没有 朝鲜人洗澡用一个香皂就够了 热水澡也是靠DIY来实现的 解决完所有问题 失利终于美美地洗了个澡 可等他洗完之后 意外发生了 这个村子又停电了 漆黑的环境令他无比害怕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这下他就更慌了 慌乱中拎起一个花盆 准备自保 门开了 失利准备出击 一看才知道是郑鹤回来了 受了一场虚惊 失利哇的哭了起来 一个韩国女人被困在朝鲜 他此时的处境确实应该哭 郑鹤是个直男 不知怎么安慰他 只是掐灭了蜡烛 这样他就看不见对方哭的样子 说到这个蜡烛 是郑鹤专程送来给失利的 失利说要精油香烛 郑鹤不知道是啥 就带来了蜡烛 吸发水 沐浴露这些他也带来了 都是在黑市上买的韩国货 嗯 不用想也知道 是走私来的 别看郑鹤表面很直男 他其实很懂得联想心意的嘛 失利以为他会驻驾 其实不然 他马上要赶火车去平壤 为的是调查卡车撞死囚犯的事 三个囚犯验去韩国边境盗墓被捕 逮捕他们的人正是郑鹤 因为此事 他甚至得罪了顶头上司赵长官 卡车案背后的真相是这样的 三个盗墓贼的盗墓行为 是赵长官亲自受益 而他们的死也是他一手安排 为的就是掩人耳目 不留后患 至于无辜的卫兵和过路的女人 他们都是目击者 死不足惜 这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只是郑鹤 当局这迷呀 郑鹤到了平壤 而赵长官已经安排好人对付他 他一来就有人把他带到保卫部 他们要将囚犯的死嫁祸给他 可是这伙人怎么也不会猜到 郑鹤的爸爸居然是总政治局局长 他居然是朝鲜境内 数一数二的官二代呀 挨了耳光的这位 人生马上要完蛋了 他气愤的给赵长官打去电话 告诉他郑鹤的身世 赵长官听了韩毛刀书 但并不全因为害怕 还很震惊 原来郑鹤死去的哥哥 曾是赵长官的战友 而哥哥也是死于俄罗斯大卡车的冲撞 今晚有一个例行检查 赵长官亲自带队 检查的是人民乐园里 有没有韩国间谍 副队长和队员们刚从势力那回来 还叮嘱他不要接外面打来的电话 他担心不知情的势力被发现 赶忙联系到郑鹤 郑鹤知道事态紧急 开着郑国级领导的车 飞速往家赶 朝鲜人都知道 能开这车的一定是大人物 连开绿灯让他畅通鼓足 被赵长官发现了 诗意之词 只见郑鹤不慌不忙下了车 大踏步向赵长官走来 赵长官见对方来势汹汹 把枪指向尸里 郑鹤走近了 脸不红心不跳 说出一句相当掉粉的话 这个女人是我的未婚妻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惊待了 那么赵长官会相信 这个离谱的说法吗 喂 说的就是你 看完不点下关注再走吗 你确定 那至少留条评论吧